我通过感应得知 眼前这幅古画明明是件艳品 可卖家却坚称是真迹无疑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不但扬言要和我打斗 甚至还妄想要我给他下跪道歉 可经过权威人士确认是假货后 立马又灰头土脸地逃离了现场 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我淡淡一笑 他们做梦可能也不会想到 这幅假画可原比真话要值钱的多 本以为能瞒过那个老家伙 没想到竟被他带来的那个混蛋给搅了局 这也许是天意 没办法 是啊 之前把一个高仿的古画成功卖给了那老头 让我们大赚了一笔 本想着这次也能成功的 没想到 嘶 做死了 这件事你特么给我烂在肚子里 明白吗 知道了知道了 你放心 这件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走 咱们吃饭去 还真没看出来 你年纪轻轻就有这等眼光 难怪爷爷夸你 其实陈老肯定也看出来是假的 只是不说罢了 老三 这幅画是你的了 你打算怎么处置 陈老给的意见呗 我出五百万买下 你愿意卖吗 此话一出 陈暗金的眼珠子差点掉地上 爷爷 您没事吧 您知是假话还出五百万买 怎么样 愿意出手吗 陈老 我是您带来的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本来就是抱着给您学习的想法 怎么还能跟您要钱呢 他 你这小子还谦虚上了 等等 你们打的什么哑谜 我告诉你们 我是有知情权的 老三 你来告诉他 这幅画确实不是石涛的真迹 但却是另一位大师 临摹石涛的作品 而这位大师的话 可要比石涛的话 值钱多了 还有这事 那这位大师是谁 张大千 张大师早期非常喜欢 临摹石涛的话 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好几个收藏大师 都收藏有他临摹石涛的作品 而且都被蒙在鼓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和陈老上次买到的那幅假画一样 张大师也喜欢在画中留下他的印记 在哪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 这些看起来凌乱的线条 就包含着张大千的名字 你看 这是张 这是大 这是千 我的天 你只是看了那么一眼 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好厉害 小碗 现在我说给五百万收下这幅画 你没有意见了吧 当然没意见 张大千的话动辄上意 五百万买到是我们赚了 陈老 我真不能要你的钱 老三 这是你赌赢的话 我要买肯定得给钱 当然了 虽然张大千的话很贵 但这毕竟是他年轻的时候临摹的 因此没那么值钱 我花五百万买到张大师的真迹也是赚到了 小碗 给老三写张支票 好的爷爷 刚刚来的匆忙 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陈老您说 你帮我看出问题的那一张古画 就是刚才那个工兵卖给我的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和他喝了两杯茶后有些糊涂 没有很仔细的查看就买下了 整整花了两千万 这样啊 那您打算怎么办 找他退货吗 你请我愿的是 退肯定是退不了的 这点损失我还能承担 老哥 既然现在知道了这个工兵的确有问题 如果你有时间 帮我留意一下他 我相信被他骗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 明白了 陈老 您放心 我会注意他的 爷爷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工兵和您都认识这么久了 每次见面他都表现得很尊敬 没想到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混蛋 是啊 人心难测 工兵今天竟然还敢联合那个姓许的又想骗陈老 胆子不小啊 咱们不会放过他的 行了 你们去逛逛吧 我得欣赏一下张大师的神作 要不我们去股玩市场转转吧 看你能不能再捡到个大漏 我也想啊 可捡大漏哪有那么容易 你就别谦虚了 就凭你刚刚的本事 捡个漏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沾你的光芽 这话看你说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哈哈 我看你也不像那种人 这样 等会如果真的发现大漏 就由我出钱 赚到的钱咱们对班分怎么样 你都这么有钱了 怎么还跟个财迷一样啊 那能一样吗 我就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 好吧 那就去看看吧 随后 我们来到了一间古玩店内 二话不说 我闭上眼睛便开始感应着周围的一切 很快 一组信息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什么情况 眼前这幅明明是画的水鸟图 可感应到的却是一幅钓鱼图 难道这幅画里面暗藏选迹 在发什么呆呢 看中什么了没 上面那幅画好像就不错 老板 拿上面那幅画下来看看可以吗 没问题 小伙子挺识货啊 一眼就发现了好东西 说着 老板将画摊在桌子上 一脸的得意 这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八大山人的传世名作和石水鸟图 小伙子 你运气真是好 我刚刚收进来的 要是你晚一步就没有了 这看着不像是八大山人的真迹啊 的确不是 这是假的 你们是来买画还是来捣乱的 不买就走 别在这胡说八道 老板别生气嘛 这画怎么卖 这小子明知道是假的还问假 几个意思 五万 两千 小子 你这哪里是想买画啊 是想拆我的台吧 这是假的 我给两千你已经赚了 做人别太贪心 老三 假的还买 而且还给两千 你的钱多到没地方花了吗 行不行给句话 不行我就去别家看看 算了算了 两千就两千 就当是让你小子占个便宜了 不是要和我平分吗 负账啊 还愣着干嘛 你 价值几百万的珍贵古土 我却只用几百块就拿了下来 然而刚走出店铺 一名又瘦又矮的男人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婆 我们那个乾隆青花碗呢 哪个乾隆青花碗 哎呀 就是碗底印着大清乾隆黏制那个 你忘了 那个啊 你要那个假货干嘛 也就你这蠢货才会收这么低劣的东西 你特么才是假货 我给公斌看过照片了 他说就是因为那个前字写错才是绝版的真品 价值数百万的大宝贝 咱们要发大财了 快找出来 人家已经答应收了 此话一出 女人顿时只觉得天昏地暗 就连肥胖的身子都开始不停地颤抖起来 老婆你傻了吗 还愣着干嘛 快拿出来啊 老公 我 我可能闯祸了 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是便宜卖了吧 见到这种情景 一旁看热闹的顾客连忙提醒 老板 你老婆把你说的那个碗送人了 什么 你真把宝贝送人了吗 不会这么蠢吧 是真的 那个小伙子花五百块买一个连半碗 但是嫌贵 叫你老婆送那个乾隆青花碗给他 刚走没多久 你这头蠢猪 败家玩意 老子特么打死你 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大路上 刚准备打车回家 突然一阵争吵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回头看去 只见几个混混正围着一个女子 秋月 你的死鬼老公 生前借的十万块该还了 他生前就是个赌鬼 向你们借的赌债我可不认 你们让开 什么 你他们敢赖账 知道我们豹哥是谁吗 我不是赖账 如果是他借的正常债务我肯定还 但这是赌债 我是不会认的 你们别乱来 现在是法治社会 居然还警告老子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给老子看看 这是我的东西 凭什么给你看 拿来吧你 克马都欠债不还了 还有东西 卧槽 老子还以为是什么宝贝 就一个破碗 说完 他大手一甩 直接将手上的碗扔了出去 巧的是 大碗晃晃悠悠的正好朝我飞来 一抬胳膊 这只大碗便稳稳地落在了我手上 谢天谢地 先生 这个碗是我的 你们想干什么 小子 我警告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 这个姐姐的王夫生前借的赌债 人都死了 自然是一了百了 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向这位姐姐追逃 再说了 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明白吗 去你的 老子问你 你是不是管定了设施 对 老子管定了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兄弟们 废了他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冲动 不然后果也是你们承担不起的 你还敢威胁我们 老子看你是不是老婆 还来吗 撤 快撤 你给老子等着 先生 谢谢你出手相助 不用客气 你叫秋月氏吧 我叫老三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对不起先生 我还有事要办要先走一步 救命之恩 容我日后再报 秋姐 什么是这么急 是这样的 我爸爸病重住院 已经欠了十二万的医药费 再不交钱就要被赶出医院了 我没办法筹到钱 想将这个碗拿去股玩市场卖掉 你这个是不懂吗 我也不懂 但是我爸说是太爷爷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这样啊 说着 我闭上眼睛便去感动了一下 不错 还真是个老物件 这个碗你打算卖多少钱 我爸以前说过 这个碗非常珍贵 起码值八十万 我现在急着用钱 也不多要 能卖七十万我就出手 秋姐 据我观察 你这个碗的确是件古董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给你七十万将它买下 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的 如果你愿意卖给我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转钱 当然愿意了 这还省了我跑股玩市场的时间呢 愿意就行 那我现在就给你将钱转过去 老三 你在哪呢 刚回到家 你的事情忙完了吗 忙完了 说说看 你是不是又捡到大漏了 嘿嘿 大漏不敢说 小漏还是有的 我的天 你真的又捡到漏了啊 真是个妖面 那啥 你给我发个定位 我马上过去看看 好嘞 哇塞 你这出去一小会又捡到了三个大漏啊 是两个 这个连半晚是打掩护的 什么打掩护 你不会是偷的吧 陈婉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看我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吗 开个玩笑 别这么认真嘛 我说打掩护的意思是 我的目标是这个乾隆青花瓷碗 为了不让店家发掘 于是摆这个连半晚作为幌子 讲价的时候 我让店家送这个碗给我 明白了吗 你厉害 我真是服了 对了 快跟我说说这个碗有多珍贵 同样的东西 两千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个 当时就卖到了五百万元 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至少不低于八百万吧 八百万 你就出去这么一下 就用五百块逃到了八百万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我告诉你 这个碗要比你手里的碗更值钱 快给我看看 这个碗看上去平平无奇的 没什么特别的啊 怎么会比乾隆青花碗还要值钱呢 你给爷爷打电话问问 就说一个舒服的大碗有多珍贵 爷爷 你到故宫了吗 到了一回了 现在正吃饭呢 有什么事吗 老三逃到了一个大碗 这个大碗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碗底有舒服两个字 什么 舒服 你确定 是啊 怎么了 爷爷 这个碗很珍贵嘛 小碗 你们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来 我意外获得了一只平平无奇的大碗 却没想到竟然是一件超级国宝 不但见多识广的专家为之一证 就连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是连连撑起 为了辨别真伪 于是赶紧叫我端来一盆水放在阳光下 然后将这只大碗放入水中 没过多久 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只见一处要有的光芒从水里折射出来 紧跟着 一个闪闪发光的佛字便出现在了大碗上方 一时间 在场的众人纷纷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传说中的舒服佛光普照今天终于让我亲眼目睹 真是不枉死生了 陈老 这个现象叫佛光普照吗 对 我也是在故宫里保存的一本书上看到的 这本书是原末的收藏大驾锅之所写 他详细记录了这个佛光普照的神奇之处 看过这本书的很多人都不信 都说描绘得严过其实 但我看来 书中诉说的神奇 不及现在看到的万分之一 是啊 根据史书记载 这个元代叔府宫廷卵白词的佛光普照只有一对 康熙皇帝得到了一只 非常可惜的是 这只神物居然被一个太监在擦拭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地上打碎了 康熙为此龙颜大怒 一气之下便将那个太监嘎了 可没想到的是 流落在民间的这一只 今天居然被你给寻到了 小伙子 不得不说 你的福源之厚重 真是令人震惊了 老三 忘了给你介绍 这位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正起 小伙子 刚才陈老说马远的寒江独调图就是你发现的 我起初还有些怀疑 现在 我只想对你说谢谢你 感谢你找到了这两样国宝 尤其是这个舒服佛光普照 让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超级国宝成见天日 你真是功不可没啊 政院掌过奖了 我也就是运气好 刚好都被我赶上了 一番寒暄过后 几人意犹未尽地告辞离去 我将他们送到电梯口时 晨晚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老三 明天我要去一趟玉石街 你想不想去看看 玉石街 你要买玉石吗 是啊 我家集团旗下有几家珠宝店 玉石的原材料都是我负责的 明天去是想进一批货 原来如此 那行 明天我就跟着你去找找见识 那就说定了 明天见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二人便如约来到了一间玉石铺 一眼望去 地上摆放着好几十块原石 什么形状都有 小的拳套大 大的堪比篮球 以前没有玩过赌试吧 想不想试试 那是自然 买都来了 当然得试试了 那你好好看看 如果看上哪一块告诉我 我买给你过过瘾 跟富婆做朋友就是好啊 不但能跟着看眼界 还能有免费的赌试玩 行了 别贫了 快选吧 听到这里 我二话不说 闭上眼睛便开始赶 老板 这块石头卖多少钱 这块是半堵料 你如果看中的话 价格好商量 半堵料是指商家在原石上面 开了一个两厘米的小窗 通过这个窗口 可以看到里面的样貌 但是能看到的地方并不多 因此叫半堵料 老三 这块半堵料我之前仔细看过了 里面的翡翠很少 不值得买 先看看价钱 如果价钱公道可以买来试试 这块半堵料原价是五万六 先生既然是陈总的朋友 你给五万就行 陈总刚刚也说了 这里面没什么率 五万太贵了一点 不敢堵 那先生打算出多少 两万块 两万块我可以买来玩一下 两万太少了 我会亏本的 莫老板 我朋友第一次来 既然他想玩 你就卖给他嘛 说不定他以后会经常来帮衬你呢 我告诉你 我这朋友可不是一般人 由于陈婉每年都要在他们家 玉石店采购上千万得玉石原料 听到他都开口了 莫老板也不好再继续推辞 行 既然陈总开口了 两万就两万吧 付完款后 我们跟着莫老板来到了开始的房间 刚进到里面 一阵阵切石头的声音便传进了耳朵 已经有人在开始了吗 对 是赌石米老潘 赌石米老潘 是巨幅珠宝的老板潘龙吗 谁在叫我 哈哈 果然是你啊潘老板 没想到你还是个赌石米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陈总 你怎么来了 来沾沾你的福气啊 赶紧开 开涨了我给你买鞭炮放 不会吧 原来陈总也喜欢赌石啊 当然喜欢 继续呀 我们还等着开呢 随着切石机的不断摩擦 一块完整的原石很快便会一分为二 但看清楚表面的样子后 大家原本期待的神色瞬间都沉了下来 我去 切垮了 赌石一般分两种情况 一刀下去 开出来剑绿 说明有翡翠 叫切掌 但是如果切出来没有剑绿 就代表没有翡翠 叫切垮 然而像这种切垮的情况 也就意味着这一次的赌石基本上是输了 这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出价购买 哪怕是价格很低 但货主为了减少损失 也都会考虑卖掉 然而 就在潘龙以为这一刀亏定了的时候 一道声音直接将他从地狱拉回了天堂 潘老板 你这两块碎石头卖吗 卧槽 这小伙子他不是个傻子吧 就是 明明切垮的石头竟然还花高价卖 老潘这运气真特么太好了 半路都能帮出来一个圆大头 老三 没事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在众人一阵阵的嘲讽声中 我拿起切割机便自不自地开始切割起来 很快 一摩紫色的亮眼光芒便出现在大家眼前 我去 这特么好像是紫 紫罗兰 不会吧 这小子运气这么好 竟然切出紫罗兰 妈拉个八字 不但是紫罗兰 还是兵种 我特么刚才为啥不出价 肠子都快给我毁清了 怎么样 漂亮吧 冷冷 好漂亮的紫罗兰 见到这一幕 潘龙只觉得脑袋一片空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随手卖出去的一块碎石 竟然开出了极瓶翡紫罗兰 小兄弟 我给你五十万 你将这块石头卖回给我行不行 小兄弟 别听他的 都卖出去了 那还有往回买的 我给你一百万 你卖给我怎么样 我出一百五十万 一百八十万 你们够了 特么的开始没开出来的时候不买 现在却和老子抢 你们还有点朋友情义吗 小兄弟 你将这块石头还给我 我马上可以给你两百万 现在就可以给你转账 两百二十万 陈婉 老子忍你很久了 你再不识好歹 老子 潘老板 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对一个女孩子老子老子的 你是谁的老子 潘老板 消消气 刚才是你愿意卖的 现在不管是谁出嫁 你都没有理由干涉 做生意以和为贵 何必得罪人 不好意思陈总 我刚刚有点过激了 你别往心里去 哼 咱们不买 继续开 好嘞 说着 我拿起切割机又开始对这半块石头打磨起 没多久 一颗茶杯大小 并且极为通透的冰种紫罗兰翡翠就完全展露了出来 我的天 这颗冰种紫罗兰 起码加值五千万 这小伙子太神了 刚才大家出嫁还是太小气了 两百万 呵呵 连摸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小碗 你拿着 咱们继续切这一块 小兄弟 我来帮你吧 沾沾你的福气 那就谢谢大叔了 好家伙 看上去是洋绿 橙色不错 小兄弟 五十万卖不卖 我出一百万 你们别费劲了 这位小兄弟是不会卖的 莫老板说的对 我不会卖的 继续切吧 太漂亮了 冰坡总养的 这可值不少钱啊 好了 我们走吧 老三 你的紫罗兰要多少钱 说起来还是托你的福 要不是你带我来御世间 我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翡翠 你看着给就行 今后你能卖多少是你的本事 我不会养红的 你以为我是奸商吗 什么钱都赚 我只想把这颗难得的翡翠 当作镇垫之宝 是不会卖的 等会我就让人去订做一个防弹玻璃柜 然后把它放到总店最显眼的黄金位置 好主意 这样一来 人们一看到这颗翡翠 就会觉得你的店高端大气上档子 就算东西卖贵点都觉得值 高明啊 嘿嘿 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颗翡翠的价值我说了不算 等会拿去御食商会找两个专家估价 价格出来后 我马上打钱给你 行吧 听你的 怎么了 刘馆长 您可是好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老三 跟你说件事 馆长请说 咱们市的吴市长刚刚给我打电话 说想请我去帮忙鉴定一个瓷器 但是今天我在外面赶不回来 于是我向他推荐了你 刘馆长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哪敢帮他鉴定啊 不用这么谦虚 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 到时候你照实说就行了 那 行吧 好 那就拜托你了 刘馆长找你有什么事 让我去给吴市长帮忙鉴定一个瓷器 看来你早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啊 厉害厉害 你是和我一起去还是回家 当然是一起去 这还用问吗 咄嗦 来到约定地点 里面已经站了不少人 听吴应龙介绍 今天主要是鉴定一款送贷定摇摆瓷 几分钟后 一名中年男子拿着一个精美的盘子走进来 大家来得好快啊 不好意思让诸位久等了 嗯 咦 这小子怎么在这 老三 这个人叫公斌 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总之好像很有钱 蛮神秘的 之前几次聚会 他看到喜欢的古董都会拍下来 可是今天他要出让古董 这还是第一次 闻言 我和陈婉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们都没想到 公斌这货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好家伙 上次卖假话 给陈老骗了他老人家两千万 还没找你算账呢 今天在这就遇上了 各位保友 这个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北宋定谣盲口精装白柚克莲花文盘 大家都是行家 都知道在北宋中期 定谣采用电圈附烧工艺之后 便出现了盲口 为了掩饰高档白瓷的盲口缺陷 于是采用包口精装的方法 因此 这种工艺做出来的瓷器 也叫精装白瓷 公先生 请问你为什么要出让这么珍贵的宝贝呢 实不相瞒 本人的生意急需一笔流动资金 如果不是逼到火烧没貌 公某也不会舍得拿来出让 要知道当初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收藏到的 那你说吧 想多少钱出让 08年5月份的时候 在伦敦拍卖过一只同样的盘子 成交价是120万美元 按照当时的汇率结算 折算成人民币840万左右 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当做参考 大家和我公某都是同道中人 我也不打算赚你们的钱 我收的时候是700万 因此 我的底价就是700万 不会吧 公先生真的一分钱不赚啊 这也太厚道了吧 看出来了 这个家伙是个托 陈总很聪明啊 这么快就发现了 太明显了 稍微冷静的人都能看出来 老三 你怎么看 我没有回答无影龙 而是直接看向公柄 公先生 我们俩挺有缘啊 这么快又见面了 听到我突然出声 公柄明显愣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 这次的交流会好像没有邀请你吧 我是跟一个朋友来的 怎么 公先生不欢迎我吗 由于上次给陈老迈假话时 被我当场揭穿 公斌显然对我有些忌惮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又不好表现得太过明显 于是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小兄弟这是说到哪的话 欢迎欢迎 还请多多指教 老三 你觉得这盘子怎么样 不怎么样 公先生说这个盘子值700万 但在我眼里 这个所谓的北宋定谣盲口 金装百有莲花文盘 一文不值 价值700万的宋代古词 我却直接当众将它砸得粉碎 在场众人顿时都被吓了一跳 等回过神来后纷纷指责我的鲁莽 然而我却是一脸淡然 只因我通过感应得知 这件北宋的金装百词 只是一件拼接而成的赝品 你 你真是胆大妄为 这么好的一件文物 你竟然就这么给砸了 我看你今天怎么交代 公先生 拿一个拼接的东西来骗大家 我看该交代的是你吧 什么 拼接 不会吧 我咋没看出来是拼接的 我也没看出来 既然他说是拼接 大家听听他怎么说 被我当众点穿吼 此时的工兵心里顿时慌乱无比 但表面却依旧在强装镇定 我看你才像是拼接的 信口雌黄 你说是拼接的就是拼接的吗 工兵 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那行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说着 我拿起磁盘上掉落的金鞭 看向众人 没错 从这些磁器碎片的特征来看 确实是北宋的产物 但是大家仔细看看这个金鞭 里面竟然刻着999足金 请问在宋代 就已经有这种分类了吗 你特么就算是做假 但能不能也麻烦你做的靠谱一点 把大家当傻子玩呢 我去你大爷的 还有这种事 真是小道拉屁股 让我开眼了 卧槽 工兵你胆子太大了 竟然拿这么个玩意骗我们 要不是这个小兄弟看破 还不知道是哪个冤大头 会被你骗走700万 信工的 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光天化日的 你竟然就敢公然造假 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以后不准你在江城 从事任何和古董相关的事情 不然 你就等着进去吃牢饭吧 小子 你给我等着 老三 今天真是多亏了你 让大家免去了一次 无望之灾 吴市长 别这么客气 刘馆长交代的事情 我自然是要尽心尽力 好好好 小伙子不但健保的能力强 还能做到不拘功自傲 不错不错 竟然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刘馆长那边还等着我去给他回复呢 嗯 你去忙吧 老板娘 来一壶上好的龙井 前老板 不介绍一下你这两位朋友吗 失礼失礼 这位是日博物馆的刘副馆长 这位小兄弟是做古安生意的 在鉴定古安方面 那可是赫赫有名 原来是两位贵客 失敬失敬 我去给你们准备茶水 你们聊 馆长 今天怎么想起来喝茶了 前老板安排的 说是得了一幅古画 特意邀请我们来品鉴品鉴 说着 前初将一幅长约一米四的山水画展开 拿在了手上 老三 你来说说这幅画 这是清莫名出画家陈世增的山水画 不错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谁的作品 越来越厉害了 实在是没想到 你年纪轻轻就有这等眼光 佩服佩服 我还差得远 你们没有赞了 刘馆长 你给估个价呗 陈世增不算很有名 他的画价值最高的是1920年与齐白石合作完成的两幅扇免 叫大力图 去年拍出770万 但这也是因为有齐白石参与的缘故 而他自己的山水画价值都不太高 像你淘导的这幅画 应该在145万左右 升值潜力不大 啊 我可是155万买的 还以为会值些钱 没想到还亏了10万 老钱 你对古董不熟悉 以后还是少接触这些玩意 这10万块钱亏了就亏了 就当是买个教训 的确 看来我没有玩这些东西的天分 我听你的 今后不玩了 那前老板打算怎么处理它 你想要 我就是干这行的 也是第一次看到陈世增画做的食物 蛮感兴趣的 如果你想出让 只要价钱合适 我想买来研究一下 这样啊 那行 我155万买来的 你不要让我赔本就行 不好意思 钱老板 我钱不多 155万确实拿不出来 馆长 我先走了 别走 别走 你看你 我就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 开玩笑 我以为你真的要卖155万呢 刚刚刘馆长才说145万 我怎么会多要你的呢 就145万 你想要就拿走 这么说 我是误会钱老板了 没事没事 毕竟咱们还不了解 你不知道我有开玩笑的习惯 正所谓不知者无罪 那行 这个价我要了 馆长 钱老板 我等会还有点事要办 就先告辞了 行 那就不耽误你了 下次有时间再聚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和老钱好久没见了 得好好聚聚 依依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嗯 还有点事要去办 怎么 钱老板把宝贝送给你了 买的 老板娘 洗手间在哪 左转直走就到 谢谢 真帅 这小子确实有眼光 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是陈诗增的真迹 嗯 呵呵 能看出来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咱们摆了一刀 这幅画咱们只花了八万 现在一转手就赚了一百三十七万 这样的傻子再多来几个就好了 是啊 这小子以为自己学了点健保知识就飘了 却不知山外有山 在古玩这个行当里 他还是太嫩了一点 这次就当是给他一个教训嘛 哈哈哈哈 老板娘 你怎么站在这 是在等人吗 是的 在等你 等我 对 先生 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吧 没事 你对刘馆长了解吗 刘馆长是一个文物专家 既有专业知识 又有领导才能 是个很优秀的人 有没有可能你看走眼了 随后他将刚听到的对话详细地跟我重复了一遍 说完后疑惑地看了看我 先生 你刚买的这幅画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画不是假的 也值这个价钱 他们八万能买到 说明这两人捡到了 这是人家的本事 咱们不用嫉妒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还是让我挺意外的 没想到一个是大老板 一个是博物馆有名的专家 竟然有着如此阴暗的一面 真是把我的三观都震得稀碎 文言 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们赚了我一百多万 还把我当傻子既然这样 那我就好好给他们上一课 什么意思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可不能冲动 放心 我不是一个莽撞的人 我想说的是 这幅画的价值确实不是一百多万 而是至少两千万起步 啊 啊